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078集 不奇怪啊,那丫头的心思没用在学习上 该专注的地方不用心 嗯,小姨找您做什么,不过又叫您关照良欢吧 夏小兰都好久没想起这两人了 主要是除了过年时上过门 刘芳和良欢也没有像她想的那样整天上门刷存在感 夏小兰过完年,有好多事要忙呢 罗湖天城开盘,打官司,做博物馆设计 以及现在常驻港岛,分不出太多精力给无关紧要的人 她不会去管刘芳和良欢生活在京城 前提是不能给阿芬同志找麻烦 刘芬摇头 倒是没叫我关照 她问我,有没有你的复习资料 良欢好像还想继续复读 这是要三战呢 夏小兰皱眉 她的复习资料之前给少光荣用过 现在则在周成表妹顾思岩手里 不是夏小兰不想帮亲表妹 她是觉得顾思岩比良欢念书认真 复习资料在顾思岩手里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给良欢,那不是糟蹋东西吗 那我叫小游帮忙复印一份 您转交给他们母女吧 更多的忙,我也帮不上 刘芳一家前聚后宫的作派 夏小兰就不可能喜欢 真的产生不了任何好感 哪怕现在表现出来似乎要走正道了 夏小兰同样不想拉近距离 良欢要第三年复读还考不上 那就真的太…… 刘芬也就这样顺嘴一问 小游很快把资料复印好 刘芳带着良欢上门来取 刘芳满口道谢 良欢则搭着个脑袋叫了声二姨 刘芬无话可说 良欢去年和本科县有差距 安庆县一中的老师好心叫她复读 却被反埋怨了一顿 良家花了不少钱 把良欢弄到京城来复读 结果今年不仅没上本科县 反而考得更差 母女俩都想往刘芬身边贴 之前有个于奶奶坐镇 于奶奶留在美国 刘芬自己也不爱待在京城 好些时候都在鹏城 完全打乱了刘芳母女的计划嘛 京城有不少高干子弟 也有许多优秀的年轻男同志 但良欢又不是局长闺女了 是个外省小县城来的戒毒生 长得是挺漂亮 却也没机会去认识啥有为青年呢 要不就得参加工作 或者是上了大学 给高中女生介绍对象的事 也只有刘芳才做得出来 正常人都不会干 良欢还想来京城 偶遇周城呢 他所有认识的年轻男孩子 捆一起都比不上周城 不管是周城的家事 周城的本事 周城的样子 良欢是有点魔争了 可惜这梦太不好实现 良欢上夏小兰在石刹海的家做客 也碰不上 周城从京郊调到了穷岛 良欢对此一无所知 来拿复习资料 还试探着问 小兰姐去学校了 我还以为周末她会在家呢 她和周城哥还处着对象吗 这都好久没在二姨家见过他们了 刘芬觉得有点不对劲 问夏小兰还罢了 怎么问到周城身上 刘芬已经不是从前的刘芬了 对一些问题比较敏感 她本来是觉得 良欢继续复读的想法 没错 可能是不懂正确的学习方法 现在瞬间不太想把复印的资料给她了 欢欢你这心思还是多放在学习上 小兰和周城都有正事要做 哪能天天在家呀 不过 还是谢谢你关心 两人还处着对象 感情也挺好 这不 小兰提前毕业 两人就要把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 结婚 提前毕业 良欢和刘芬抓的重点不太一样 良欢心想 怎么就说到结婚了 她 她都还没机会呢 夏小兰和周城就要结婚了 刘芬抢笑 二姐 我记得小兰这学期才念大四吧 她念这专业不是五年吗 咋就说到毕业了 刘芬心想 小芳在京城真没白待 连小兰的专业情况都打听过 怎么 还想让良欢考华清建筑系 不是刘芬瞧不起自己娘家侄女 良欢好像真不是那块料 她在学校呀 把该学的都学完了 学校同意 就提前两年毕业 前两天刚拿的毕业证 和周城处对象也挺久的 该结婚就结婚呗 咋的 你们有啥意见 刘芬和良欢赶紧摇头 没意见 我们能有啥意见的 这都是好事 没错 都是好事呀 可刘芬瞅着 这两人脸上的笑 咋那么勉强呢 在刘芬审视的目光中 刘芬和良欢拿了复习资料 很快告辞 刘芬暗暗摇头 不是她心硬 像这样心里还有歪主意的亲妹妹 她不可能放松警惕 刘芬根本没觉得当初做的事是错的 只是因为良家落魄了 才调转头讨好她和小兰 夏小兰回学校答辩 又多等两天 拿了毕业证才离开 周奶奶还想问一问婚期 回去就被周老爷子制止了 周成和小兰自有安排 等两个年轻人确定了 我们当长辈的再操办 你给他俩那么大的压力干什么 年轻人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双方时间配合不上 怎么解呀 现在小兰是提前毕业了 学校那边没有校规阻止 但周成在单位里是个什么说法 周成先打结婚报告 等上面批了才能安排 不说要搞个多盛大的婚礼 其他人该有的 周家也得给小兰背下 老爷子把老伴拦下 转头叫儿子周国斌 和关惠娥上门商量 你们俩是当父母的 对这个事情怎么打算的呀 关惠娥也没瞒着 七月的时候 周成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让家里啊 帮他把京城一个小院 给收拾出来 我也是刚知道 周成好像在京城 买了几个院子 除了这一套 其他的呀 都交给小兰在管着 周老爷子点头 有房交给小兰管是对的 你呀 别和小兰那丫头 抢这事了 他比周家的人呢 更会安排这些 再说 他将来才是要和周成 过一辈子的枕边人 周成的东西 就该交给他 周成有自己的成算 那这个院子就是他自己 背下的婚房 这个都一个多月了 你把院子收拾得怎么样了呀 关惠娥从来就没想过 去抢这些东西 她和丈夫工资都不低 不缺吃不缺穿 住的地方是国家分配的 不会去算计孩子手里的财物 我看小兰他舅舅 不是开装修公司的吗 就请他舅舅那边 帮忙给翻新了一下 院子本来保存的就挺好 陋雨的瓦换了 重铸的梁也换了 该补的就补 还重新铺了一下水管跟电线 他舅舅拍的人呢 特别上心 我看着呀 再有半个月就能完工了 周国斌也有准备 周成自己搞定了婚房 我和惠娥的积蓄就拿出来 把这房子翻新 再配上家电家具 您看怎么样 老爷子觉得马马虎虎吧 周奶奶这才后知后觉 好啊 感情就我一个人着急 你俩早就在默默准备了 买啥家电家具 不能你俩就把所有的主都做了 叫上小兰他妈一起去看看 小兰喜欢什么 他妈还能不知道吗 那就要双方家长 正式坐下来谈婚事了 留分倒没什么 周国斌觉得 谈红温那关很不好过呀 可为了儿子早日 把儿媳妇娶进门 周国斌还必须要 和老汤达成共识 我安排个时间 去一趟蓬城吧 总不能谈婚事 还要让小兰家上门迁就我们 娶媳妇就要有娶媳妇的态度吗 周国斌挺有觉悟 周老爷子终于放心 但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呀 喜欢小兰这个孙媳妇 既然要上门谈婚事 我也不妨更郑重一些 等你把工作上的事情安排好 我和你妈呀 就与你们一起去蓬城 这个就真的出乎周国斌 和关慧娥的意料 老爷子都多少年 没出远门了 一个是身体吃不消 另一个 像他这样的老革命 走到哪里都有规格待遇 老爷子不想给其他人 带来麻烦 可为了周成的婚事 老爷子竟也要亲自出动